Hello大家好,我是Kaley,欢迎收看本期的每周360 在我们开始之前,记得先帮我们like,share,还有subscribe哦 第一则新闻,网传MASTA 6大改款即将会和长安汽车合作 虽然之前有很多消息指出,MASTA并不会推出MASTA 6的大改款车型 但是最近根据日本媒体的消息,这款车实际上还是会推出大改款车型 但是因为成本以及生产因素,因此原厂将会和中国的合作伙伴 长安汽车进行合作研发,因此新一代的车型即将会变成中日混血 预计原厂将会采用长安UniV的平台开发 但是会采用MASTA自己的引擎技术还有悬吊操控表现 所以MASTA粉丝依然可以不用担心太多 只是暂时还不清楚这个MASTA 6会是国际车型 还是专属中国市场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第二则新闻 Cherry Omoda 5将推出英国版本 采用动力更强的1.6L TGDI引擎 同样作为右驾车型市场 英国的Cherry Omoda 5比我们上市迟了半年 不过当地市场的引擎选项比我们的还要丰富得多 其中包括了刚刚在印尼国际车展发布的Omoda 5电动版 另外让消费者有着更多的选择 因此当地还会有1.6L的TGDI版本 因为它的最大马力为197HP 290Nm 匹配七速的自排变速箱 比起马来西亚版本的156HP 230Nm 还有CVT变速箱好得多 除此之外 后悬吊也升级成为Multi-Link 所以会有更好的操控以及舒适性 不知道本地的版本以后会不会有这样的配备呢 第三则新闻 Honda Civic Type R FL5 预计会在近期内引进我国 各位Honda的粉丝们 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 已经有不少网民看到 这款车出现在本地市场 而且数量也不少 预计会在近期内发布 这款车采用了2.0L的VTEC Turbo引擎 最大的马力为325HP 420Nm 车身重量只有1430公斤 这款车也是纽柏林赛道 最速前驱车 不过据消息 这款车在马来西亚市场 只会限量版发售 所以各位Honda的车迷要把握机会了 上个星期发生了一件大事 那就是我国著名的公司SIMDABI 收购了另外一家汽车的巨头 UMW 如果收购成功的话 未来Toyota、Lexus还有Peruda 都会成为SIMDABI的一份子 不过暂时而言 我们还不知道双方会有什么计划 但是可以遇见本地的著名品牌 如Hyundai、Jaguar、Led Rover、Biati等等 未来都会是一家亲 最后一则新闻 Toyota Corolla升级版 正式登入马来西亚市场 在不久前 UMW Toyota正式发布了 升级版的Corolla Altis车型 因为这一次是小幅度的升级 因此原厂并没有将它称为小改款 这一次和2019年的版本基本上是一样的 主要是一些配备上的升级 比如更换了全新的12.3寸数位化仪表 还有新增加了GR Sport版本的车型 这个版本除了拥有专属的套件之外 还拥有曾经GR部门重新调校的悬调 让车辆的操控表现比起普通的版本更加触色 不过在引擎的配置上 还是采用了1.8L的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139PS 172Nm 匹配CVT的变速箱 新车目前已经可以在各大展示厅订车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重点新闻 喜欢的话可以帮我们like share还有subscribe 我是Kelly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